银河帝国 十 洛阳 第六集 好 那么我们就去见这位格鲁尔吧 这趟路程有多远 一想到又要赶路 北来不禁畏缩不前 胸口的压迫感也再度出现了 丹尼尔说 不必再走了 伊利亚伙伴 格鲁尔局长将在会谈间等我们 哦 还有专攻会谈使用的房间 北来不以为然地咕弄着 然后他提高音量问道 他已经在等我们了 我想正是如此 那我们就去找他吧 丹尼尔 哈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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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根据太空族自己的标准来认定太空族 他们无疑是银河之主 他们高大英俊 他们有着古铜色的皮肤和头发 散发着冷酷的贵族气息 简而言之 他们个个都是鸡丹尼尔奥利瓦 然而个个都是真人 前往地球的太空族通常都是这个模样的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而被挑选出来的 可是面前的这个太空族 无论怎么看都像个地球人 它不但凸 而且鼻子有点歪 虽然并不严重 但对太空族而言 即使一点点的不对称 都会很显眼 贝赖开口说道 武安 局长 很抱歉 不知有没有让你久等啊 李多人不怪 他还需要和这些人共事呢 他忽然有个冲动 想要大步走到房间的另一头 这房间实在是太大了 向对方伸出右手 这个冲动倒是不难压下去 太空族当然不会欢迎这种握手礼 想想看一只沾满了地球细菌的手 哼 居然跟一个地球人 站得那么近 这就代表着 格鲁尔根本不知道真相 然后 贝赖突然注意到 丹尼尔因此站开了一些 两个人的距离比平常远了几步 当然了 如果站得太近 会令格鲁尔觉得不可思议 丹尼尔早已打定主意 要冒充人类了 格鲁尔说道 我并没有等多久 两位 欢迎来到索拉利 你们觉得一切都好吗 他的声音愉悦而友善 但他的目光总是偷偷停在丹尼尔的身上 每次移开之后 不久 又会飘回来 贝赖说道 相当好 局长 他曾经想到 是不是该让太空族丹尼尔 代表他俩发言 才符合礼数 最后他把这个顾虑 愤愤地抛在脑后了 耶和华呀 受邀前来办案的是他自己 丹尼尔是后来才加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他的搭档是真正的太空族 贝赖也觉得不必自我矮化 机器人 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就算这个机器人是丹尼尔 也一样 但丹尼尔 并没有试图 抢在贝赖的前面说话 格鲁尔也并未显得惊讶 或者不悦 反之他立刻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贝赖的身上 再也不看丹尼尔了 格鲁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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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不做呢 坐下之后 贝莱说 我们的确很纳闷 贝莱注意到 葛卢尔并没有戴着手套 保护双手 葛卢尔继续说道 变异刑警 那是故意的 我们不希望 你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 我们希望 你来到此地之后 能够不带任何成见地 面对这个难题 你很快就会拿到一份 关于这个案子的 完整的报告 包括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进行的一切调查 不过 变异刑警 只怕从你的经验看来 会觉得我们的调查草率的 庆乎荒唐 在索拉利 根本就没有警察部门 哦 完全没有吗 贝莱问 葛卢尔微微的一笑 还耸了耸肩 没人犯罪 懂了吧 我们这个世界 地广人息 根本就没有犯罪的机会 因此警察 毫无用武之地 哦 我懂了 但即便如此 终究还是有人 犯罪了 没错 这还是两个世纪以来 头一桩的 暴力犯罪 人不信 头一桩 竟然就是谋杀案 的确不信 而更不信的是 死者 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他可以说 是最死不得的死者 而且 这桩谋杀案的手法 还特别的残暴 那我猜 目前还完全没有凶手的线索吧 贝莱问道 否则 为什么还得从地球 进口警探呢 葛卢尔 显得极其的不安 他转头 瞥了丹尼尔一眼 后者正一动不动的 坐在那里 形同一个在默默观察和记录的机器 贝莱很清楚 凡是丹尼尔听过的对话 无论多长多短 事后他都随时能够原因重现 就这方面而言 他无异于是一台人形的录音机器 格鲁尔知道这件事吗 他望向丹尼尔的目光 当然带有怀疑的成分 格鲁尔说 不 不能说 完全没有凶手的线索 事实上 有可能做到这件事的 只有一个人而已 你确定自己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有嫌疑的 只有一个人而已 贝莱一向不信任 斩钉截铁的说法 对于光靠逻辑 便咬定凶手的安乐乙神探 更是敬而远之 但是格鲁尔摇 摇了摇他的光头 说道 不 只有一个人 有可能是凶手 其他的人都不可能 百分之百不可能 百分之百 我向你保证 那么 这就不是什么难题了 正好相反 我们的确 碰到了难题 那个人 同样不可能犯案 贝莱心平气和地说 那 就没有凶手了 可是 的确有谋杀案 瑞凯恩 德拉玛 被杀了 线索来了 贝莱心想 耶和华呀 总算有点线索了 我听到了死者的名字 他掏出笔记本 开始一本正经的 做起笔记 这可算是一种 无言的抗议 表示自己 直到如今 才总算 捡到了一点点事实 此外 也是因为 自己身边 坐着一台录音机 他不希望 把这个事实 表现得太明显 他问道 死者的名字 是哪几个字 格鲁尔回答了 那 他的职业呢 局长 泰尔学家 贝莱根据猜测 写下了这四个字 便将这个问题 搁在了一旁 他又问 好 有谁能告诉我 凶暗现场的 实际情况 要尽可能的 是第一手资料 格鲁尔 露出阴森的笑容 他又朝丹尼尔 瞄了一眼 随即收回目光 说道 这 得问他的妻子了 便衣 他的妻子 是的 他叫做 贾底呀 格鲁尔说明了 是哪三个字 他们 有任何子女吗 贝莱的目光 并没有离开 笔记本 梁九 等不到答案 他才抬起头来 又问了一遍 有 任何子女吗 没想到 格鲁尔 一直撅着嘴 仿佛吃到了 什么很酸的东西 甚至脸色也很差 最后 他终于说道 我不太可能知道 什么 悲赖惊呼 格鲁尔连忙补充道 总之 我认为 你最好等到明天 再展开实际行动 我知道 你一路上很辛苦了 贝莱先生 你现在不但累了 或许 肚子也饿了 贝莱正准备否认 突然发觉 吃饭 这个念头 对自己 有着异常的吸引力 于是他问道 你会跟我们一起用餐吗 他并未指望 格鲁尔这个太空族 做出肯定的答复 但对方 已经从便衣刑警 改口为了 贝莱先生 算是很大的进展了 不出所料 格鲁尔答道 很抱歉 我另有公事 不能再奉陪了 贝莱随即起身 基于礼貌 他应该把格鲁尔 送到门口才对 然而 一来 他实在不想接近 毫无遮掩的开放空间 二来 也不确定 大门到底在哪儿 他不知所措的 站在原地 格鲁尔 微微的一笑 点了点头 那我们 改天见 如果你想联络我 你的机器人 个个都知道我的号码 然后 他就消失了 贝莱立刻 失声惊叫 格鲁尔和他的椅子 就这么的不见了 而且猛然间 他背后的墙壁 和他脚下的地板 也都变了样 丹尼尔平静地说 他的肉身 本来就不在这儿 那只是一个 三维影像 我以为你应该知道的 地球上 也有这种东西啊 跟 跟 跟这个不一样啊 贝莱咕弄道 地球上的那些 三维影像 一律局限在 边缘闪闪发亮的 立方立场中 而且影像本身 也会微微地闪烁 在地球上 你绝不会把影像 当成真的 而在这儿 盘桌儿另一个端来食物。 这房子里到底有多少机器人呢? 丹尼尔,贝莱问。 大约五十个伊莲伙伴。 那我们吃饭时,他们还会留在这儿吗? 那些机器人,其中的一个已经退到了角落。 他的金属脸孔转到贝莱这边,双眼还发出红光。 丹尼尔说,他们通常都会的,以便随时听后召唤。 如果你不希望这样,只要命令他们离开就好了。 贝莱怂怂了怂肩,让这个留下来吧。 若是在正常情况下,贝莱或许会觉得这些食物很可口。 但现在,他却只是机械式地把食物送进嘴里。 不知不觉间,他注意到丹尼尔也在吃, 而且动作不急不虚。 当然,稍后,他会把现在吃进浮炭胃囊里的食物清理出来。 但此时此刻,丹尼尔装得有模有样。 贝莱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地睁着眼睛。 外面,天黑了吗? 他问道。 是的,丹尼尔大道。 床铺太大了,整个卧室都太大了。 没有毛毯能让他钻进去,只有薄薄的背单,不能提供完善的遮蔽。 每件事都不简单。 刚才,他在卧室隔壁的淋浴间,心惊胆跳地冲了一个枣。 就某方面而言,这是极度奢华的享受。 可是另一方面,这种建筑规划似乎并不符合卫生的标准。 他突然问道。 灯,要怎么关掉? 床头板射出了柔和的光线,或许是为睡前阅读提供照明之用的。 但悲来,可没那个心情。 一旦你躺在床上,准备入睡,他就会被关上的。 哦,有机器人在监看,对不对? 那是他们的工作。 叶和华呀,这些索拉利人自己,什么都不做嘛。 现在我有点纳闷,刚才冲草的时候,怎么没有机器人来替我擦背呀? 丹尼尔丝毫不想开玩笑地说。 你只要提出要求,他们一定做到。 至于索拉利人,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机器人只会奉命行事。 你不叫他们做,他们就不会做。 当然,牵涉到人类的安全福祉,则另当别论。 哦,那好吧,晚安,丹尼尔。 我会在另一间卧室,一连伙伴。 但夜里,无论任何时候,你若需要任何东西,啊,我知道,会有机器人来。 床头柜上,有一个触控片,你只要碰一下,我也会马上到的。 但悲来,无法入睡。 他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这栋房子的外貌。 他颤颤巍巍的贴在这个世界的表面,周遭盘旋着一只名叫虚空的怪兽。